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强震造成了土石崩塌复合式灾害 受刺结合国小 黎明及消防局等单位 出动了600余人次进行模拟防灾演练 小朋友戴着防灾头套 在市长协助下疏散到操场集合 受伤小朋友经过包扎处理 没有生命危险 随后在喜市敦目救援队成员协助下 引导到喜市社区临时避难空间紧急避难 同一时间中山隧道发生了连环车祸 驾驶受困车内油罐车外泄引发大火 消防队员利用破坏器材将受困驾驶揪出 目前累积雨量已达350毫米 地震发生时本市中山区中和国小正值学生上课时间 由任客教师协助引导学生至校园桌场 作为临时避难所 就用市政府举办了年度的防灾演习 演习分成四个场地同时登场 情况是模拟豪雨加上发生地震 包括学校区里如何自救疏散演练 发行的方式然后沿着旁边的软片 发行的第四次 其中中和国小现场规划 基础自救技能操作演练 分为防灾桌游 用务体验 紧急救护止血 地震防灾互动 及救灾AR VR眼镜等 市长刘友昌在消防局长陈龙辉的陪同下 逐一视察 由于5月份中旬 这个灾防法的修正案刚刚才通过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加强 学校跟企业的一个防灾丘域的训练 CPR及AED 操作 市长刘友昌亲自上场示范体验 希望能够提升各级学校自救能力 那校园长要自己在投作 所以市长要求今天所有的校园长都要来 也亲自要求他们要学习这个CPR 还有怎么样使用AED 那这样子到学校校园里面去呢 回头去这个请学校里面的干部 或者是老师 未来也来进一步学习 增加这个使用的一个能力 基隆因为地理位置和地形关系 图石流和地震都是可能遇上 政府动员的600多人参与年度的演练 希望灾害真正来临时 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伤亡降到最低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道 这几年基隆潮进海洋公园潜水活动盛行 不过没有想到一旁的潮进智能海洋馆却遭殃了 不仅马桶馆先被破坏 淋浴水管堵塞还波及了楼下的机房 海客馆仍无可热贴出了公告 若再破坏 厕所将永久关闭 潮进公园碧海蓝天 是夏天最适合玩水季节 基隆潮进公园这几年富裕有成 吸引不少潜水客到死潜水 不过却发生各种缺乏功德性的情况 马桶上拉起了封锁线 一旁还有排泄物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水管被连根拔起 原来是潜水客上岸之后 为了冲洗装备把马桶都弄坏了 让其他游客看得很傻眼 要怎么说 跟他欠导也不听 他们想要洗东西的时候 他们是整个人搬在这个上面去洗他的东西 怎么办 有时候是整个人爬上去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他们的整套潜水装备 爬在这边开始冲洗击杀 原来先前的潮进智能海航馆整修 决定不再提供免费领域 没想到六月才开幕 化妆室频频遭到破坏 还直接跨坐在洗手台上冲洗身体 造成水管堵塞淹水 更波及到楼下的机房 海客馆忍无可忍报警 也贴出了公告 若再次被破坏 连厕所都将永远关闭 那我们的下面是我们的潮进航中心的北洞的机房 那这个机房是整个潮进航中心的形状 那主射的时候热水管一旦爆了 就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机房的电力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会影响民众 尽量不要去 尽量不要在这边洗装备 还有就是 拜托就是尽量不要破坏 因为它以前 其实您看来说它以前是磁砖的 我们是故意改成不锈钢 比较坚固 但是还是会被弄它 随着疫情趋缓 游客也越来越多 只是乱象破坏了公共环境 造成了官方和其他游客的困扰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北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医护人员功不可没 金融市议员林敏轩特地媒合企业 成城有限公司 连续第二年捐赠十万元 购买洗澡床 气垫床等长照物资 及便当送给台湾矿工医院 这个床的高低 这个床如果说是工作人员比较高的话 那它的高度是不是就不用这样弯的这样 我们以前是旧室的都是固定的 矿工医院护理人员说明洗澡床的功用 给市议员林敏轩了解 对于帮助行动不方便的长辈洗澡 特别好用 由于北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医护人员功不可没 激动市议员林敏轩特地媒合企业 全程有限公司捐赠10万元 购买一张价值7万元的洗澡床 以及气垫床等长照物资 和150个精美便当给台湾矿工医院 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物资上的装备 跟一些实际上所需要用的物资 都是由王董这边来做提供 那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提供了矿工 有10万块的物资 那今年一样 王董再捐出了10万 然后捐给我们矿工医院 包含购买了这个 给长辈专门给长辈使用的这个洗澡床 这一台价值就要7万多块 那还有这个气垫床两张 那以及我们有150颗的便当 要慰绕我们的医护人员 那希望说可以为我们的医护同仁 来做一个加油打气 那因为疫情这两年以来 真的造成 我们不只是民众上生活的不便 那最辛苦最辛苦的 当然就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护的同仁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媒合更多的单位 那给予这些第一线在打仗 在做面对疫情 然后跟病毒作战的这些医护人员 可以有足够的装备 跟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卫介 所以说我们就是来募集这些物资 媒合各单位来赠送 那我们也会持续 不只是矿工医院 那先前还有这个长庚医院的50万 那以及其他卫生所区公所 环保局等第一线的单位 我们都有持续来做媒合捐赠的 这个物资的活动 矿工医院表示 疫情趋缓 愿方一方面继续防疫 一方面不忘记照顾长辈 因此非常感谢林敏勋和陈城公司 王文渊董事长力挺医护 照顾长辈的爱心 那我们一方面在防疫 一方面我们还是不会忘记我们的长者 那这一次很感谢陈城 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董事长 跟林敏勋议员的牵线 那提供了洗澡床跟气垫床 都是对我们长者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感谢跟感恩 谢谢 市议员林敏勋也强调 如果矿工医院有任何需要 将会持续 媒合企业和社会各界 全力协助帮忙力挺医护人员 照顾民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您来看基隆女中一队 年年受邀参与各种活动 镜头带您来看这一群反复练习 挥洒汗水 一步步成长茁壮的基隆女中学子 踏着整齐的步伐 与流利的操枪动作 这是成立近百年的女中一队 风华女仪 成立七金像秉持着三大精神 责任纪律荣耀 年年受邀参与各种活动 如基隆中人纪游行 每年孝庆的开场表演 为了呈现出最精彩的演出 反复的练习下 艰辛的训练 挥洒汗水 一步步成长茁壮 一对不仅学习刀法 枪法与整齐的步伐 更重视态度礼貌 参加一对的同学说道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孝庆 虽然前面那段时间很辛苦 但是在表演的当下 还有表演结束之后 那个成就感可以真的很大 在未来的生活之中 你可以因为曾经待过风华 让你自己更有责任心 并且记得所有事情都需要经过统整 就是在练刀的时候 就是常常因为一些动作 然后一直要需要一直训练 一直训练 就是不断训练才能让就是 刀法更精练 所以主要会磨到那个 就是做这个动作 就是做这个动作之后 它这边会 这边会磨到这个 基隆女中陈明应校长说 我们基隆女中的渔队 它具有百年的这个历史 在我们基隆目前剩下 高中族里面剩下我们 这个基隆女中唯一的一个渔队 是这几年的发展 因为少数化的关系 冲击到我们的学生 学习的一个意愿 所以也面临到一些困境 但是同学都是非常热衷 因为透过渔队这样的一个 整个学习的练习的过程 在城中可以获得非常多 它可以体验到我们 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互动 沟通跟一个协调 相对于渔队 女中也是一个 跆拳道金牌的摇篮 在校庆的表演中 不论在架势 跳跃 急迫等都能顺利完成 基隆女中 全民营校长说 体育班里面有三个专场 其中就是采捡项目 那我们体育班 自从民国87年开始 正式成立有体育班 那这个一路以来 我们的校友都表现得非常洁出 那个亚运的第一变金牌 全民营就是我们基隆女中的校友 那另外一个亚运的金牌 就是我们黄晓宏 也是现在我们的学校的回来母校 就是任教 那我们今年的111年的一个全中印 我们在品质团体上面也获得银牌 那更难很可贵的 我们今年又培养一个 我们简香远同学 获得这个亚运的一个品质上面 个人的一个国手代表 那在推动三级宣街上面 也都是由我们基隆女中 这边来负责在台田上面 的一个种子学校 也是一个训练的基地 无论是辛苦练习的仪队 或是跆拳道 基隆女中给败部的孩子 一次复活的机会 让学子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给学生一个舞台 天遥河畔的传奇 每年都在基隆女中发生 公民记者蔡中和高威城 基隆新医区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基隆慈明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明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有机上和录下喜欢的节目超方便的哦 500G超大硬碟可录约175个小时的HD高画质节目 不用再担心错过想看的影片 打开电视 从事位机上和或HomePlus TV 智慧机上和电视频道页面 点选进入录影功能 再选择节目表预约 就可以在节目表中找到您想要录的节目 选好以后再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就完成预约录影了 如果想录全影集或是多集节目 画面也会跳出提醒视窗 询问您要预约单集还是系列录影 只要点选预约系列录影 就可以一口气把未来七天影集节目录起来 您也可以使用定时预约 先选择想录的频道 再选择单次每天或者是每周的录影 并设定开始日期时间与长度 完成设定后选择画面中的确认 出现预约成功就完成哦 如果想要查询已经预约了哪些节目 可以从录影功能选择我的预约 就可以查看预约录影的节目清单 想要查看已经录好的节目 可以切到录影功能里点选已录节目 就能看到已录影的节目清单 一边收看节目也可以一边录影哦 只要在看节目的时候 按下遥控器上的绿色按键 画面左上方跑出录影图案 就表示开始录影了 节目看到一半 如果需要中途离开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画面左上角出现时光平移图案 就会为您暂停节目 等您回来就可以从中段的地方继续收看 如果同一个时段 有两个不同频道的节目都很想看 也可以到节目表预约来设定 同一时段最多能够同步收录 两个频道的节目 在录影当下还能转台 收看不同频道的节目哦 以上功能使用 如果遇到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们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夏天到了 金融市政府文化局 带民众到金融港边吹海风听音乐 文化局的2022仲夏乐集 从7月1号到10号 都有安排精彩的演出 一起来看看 由金融市文化局举办 每年夏天最令人期待的 金融音乐饗宴 2022仲夏乐集 从7月1号到10号 每周五到周日 下午6点半开始 一共有17组的多元表演团体 带来了8场的系列演出活动 季融的夏天非常具有特殊的风情 所以全国的民众跟我们的市民非常期待的 金融仲夏乐集 即将在7月1号到7月10号 在每个五六日的周末的傍晚 六点半就会开始在金融的港边 那今年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金融的整个国门广场 已经全部打开 所以在今年文化局特别筹办了这次的活动 邀请到四位今年的大师 包括我们舒文庆老师 还有这个马水龙老师 分别带来国乐跟西乐的这个经典的曲目 那另外我们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叶俊老师 跟这个林垂丽老师 也带来台语的经典的曲目 包括车站春夏秋冬等等的经典的曲目 相信非常一定能够带给大家 民众不一样的音乐的饗宴 那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老干还有新知 包括每年都邀请到这个独立乐团 在我们跨年晚会来做 不一样的这个跨年的这个曲目 我们今年也在夏天 也特别邀请到17支的这个独立乐团 也会来做演出 我们非常期待 也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 周末可以来到金融 来享受不一样的金融的风情 享受这个海风乐曲跟港景 春海风听音乐 记者黄认生 基隆报道 耗资近千万元的暖暖运动公园游戏场 6月21号若晨启用了 改造后的游戏场更符合全灵共融的精神 基隆市长林悠昌陪着小朋友快乐体验 爬过绳索区 小朋友从溜滑梯路口往下滑 感受全基隆最长的溜滑梯魅力 从超过两层楼高 长近25公尺的溜滑梯滑下来 有的小朋友直坐好好玩 也有小朋友坦言有点害怕 很好玩 怎么好玩 刚才我还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然后呢 后来滑下来呢 然后我就要脚的刹车 好玩 怎么好玩 不好玩 很恐怖 好玩 好吧 好玩啊你不怕哦 怎么好玩 滑起来怎样好玩 速度不快吗 怎样好玩 很刺激 很刺激哦 滑起来很刺激哦 那你不害怕哦 不会 请用意识开许 掌声鼓励 耗资近千万的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落成启用 金融市长牛昌陪着小朋友抢先体验 牛昌表示 原本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设置操场溜滑梯与攀爬架 是专攻青少年使用的冒险区 因为民众反应希望可以让更多年龄层的小孩使用 因此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针对相关油气体验设施进行调整 包括2岁到12岁可以使用的溜滑梯 5岁到12岁可以挑战的水平吊梯 以及13岁以上的冒险区绳索攀爬网 希望更符合全灵共农的精神 加上全区铺设草皮 提供亲子更安全的游戏环境 市政府也听到这个市民大家的一个声音跟建议 也从善如流 把整个设施做了一些修正跟调整 来符合小朋友也可以来游玩 所以现在2岁以上的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来玩这个地方 那当然在攀爬区或者是冒险区的部分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来游戏 那另外就是这边整个都是人工的一个草皮 把它全部铺满了 这个在我们金融市的儿童游戏场来说也是少见 那这样子小朋友可以玩得更开心 也可以更安全 金融市政府近三年已经投入了 3400余万元经费 包括今年2月完工开放使用的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 及各运动场地平整修及照明设施更新等 其中各运动场地平及照明设施整修经费 超过1000万元 预计今年7月中下旬启用 你们一起来玩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 掌声鼓励 而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所得税申报截止日期延后到6月30 为了要协助市民在截止日前完成报税 立法委员蔡世英宣布启动申报所得税服务平台 将与基隆市记账室工会合作 从6月27到30后连续4天晚上6点到8点为名服务 立法员蔡世英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长蔡壁真 及基隆市记账室工会理事长张旭同高呼口号 提醒民众在6月底前完成所得税申报 蔡世英表示财政部近年来推出网络报税 甚至手机报税等服务 让报税越来越便利 不过还是有民众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自行报税 因此特别与基隆市记账室工会方面合作 推出所得税申报服务平台 从6月27号起到6月30号 连续4天晚上6点到8点 民众可以到蔡世英服务处 由专业的记账室志工协助完成报税 我们每年在报税的期间 我们都有合作举办报税的服务 那这个报税的服务帮我们提供咨询 告诉你采取什么样的报税方式 对你是最方便的 那也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电脑 或者你的手机并不是行动 而智慧型手机的话 我们在这里或者理事长 我们所属的记账室的会员这边 其实在这段期间也都很义务的 很热忱的为大家来服务 据了解基隆市大约有10万8千多人 需要申报所得税 目前基隆市完成报税已经达到86% 由于距离报税截止日剩不到10天 北区国税局长蔡碧珍建议 还没有完成报税的民众 可以多多利用手机或网络报税 也可以到立法人蔡适应设立的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其实它并不困难 大家用手机用网络都可以报税 那如果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关系 到蔡适应委员服务处这边 那个6月27到6月30号的晚上8点 以前到6点 7带健保卡或者自然人凭证 这边就可以帮大家服务 基隆市记账市公会理事长张旭彤也补充表示 除了到立法人蔡适应服务处 也可以透过记账市公会成员服务据点 就近办理申办业务 因应民众申报需求 国税局各分局在6月24号 即6月27号到6月30号五天 中午不休息 最后一天6月30号更将服务时间 延长到晚上7点 呼吁民众把握时间完成报税 记者张旗彤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